到底是什么回事 我们在七一里面 意思就是说有这七个菩提 你有一个框 比如我们在七一里面一共有七条 七个布条 一条就有一个 一条就有一个 一共有七条 这七个菩提 它为什么叫菩提 为什么叫菩提 这七个的分为 叫菩提 等一下 嗯 对 这个七菩提 分 它代表的这个意义 每一条都有智慧 就七种不同的智慧 我们菩提可以翻译成说 也叫菩提 也可以叫智慧 得到菩提鼓 其他就是暂时的这个 就可以翻译成这个意思 那好了 第一个责法的意思是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 选择是个参考法的 对 文字解释 对的判断 那第二个就是非常有不错的 你看就是说 大家还算是有文字功底的 第二个精进 但你选择了 但你知道了 但你了解了 也可以用我们的意识分别 分辨出哪一个好 哪一个不好 然后接下来 你一定要精进 比如我选择了何法的哪一种 哪个宗派 比如我天太宗 禅宗 禅宗 孤义宗 哪一个宗派 你认识了 认识之后呢 你选择了 你一定要精进修学 更切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喜悦 为什么第三个是喜悦呢 第四个 第四个 清安 对啊 清安 有没有人达到过清安 清安 有多少 有多少 对 偶尔是吧 还不止时间 清安 您解释一下 对 对 清安是怎么回事 比如我们在吃午饭 我们在忏宗的时候 有什么叫 禅乐为食 嗯 是不是 但达到一定程度的话 达到一定的程度 比如打坐 学习 修行的时候呢 你达到一定程度 你就会得到一种 简单的清安 这种清安 不是说你吃饭了快乐 不是说你拿了 挣了多少钱的快乐 不是说你肉里面的快乐 不是 这种清安 在佛教里面讲的就是 禅乐 这种禅乐 禅乐 是通过你前面的所有的努力 才能够有清安 这个清安的日子 就比方说出地的菩萨 简单的说一下啊 出地的菩萨 它就已经把繁复众生 粗浅的维系烦恼 粗浅的烦恼是没有了 什么是对粗浅的烦恼呢 就是说你对世界的这些执着 没有了 对一个物件 对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你这孩子 喜欢他成长长大 什么呢 对他的寄错 寄望太高 那最后 没有达到你想要的那个结果 你很失望 是不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说 这个里边的清安 就是让你舍去世俗上的 这一切不要的东西 贪 真 吃 慢 野 这些东西 不是说你断就断 是到你修行到一定程度上之后 自然就没有了 就像我们念阿弥陀经里边 若人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六日七日 要七日精进念佛者 到了最后就是不念而念 并不是说有一个我在念 然后呢 我知道我在念 当你知道这个念那时候呢 我是在念